他本来是孩子男的 就不能给孩子开通个5G网吗 吐槽更流畅 李佳琪对粉丝真的很好 他真的带口红上街 遇到粉丝了就作为福利送 是 遇到粉丝 认出来才送 如果要是遇到不认识的人 他其实本来是准备在街上零售的 这个逻辑就整个销售链是很完整的 李佳琪的推销能力 真的时日求是讲真的好 上次佳琪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5分钟我真的买了一支口红 真的吗 真的 然后我又看了5分钟 就入手了这条裙子 接下来就该我们的口红一哥 美妆界顶流 李佳琪登场了 放心 屏幕前的九一少女 大可以坐稳 虽然马上就要到了双十二 但是别怕 今天他不是来赚你们的钱的 他今天是来赚节目组的钱的 我向大家保证 接下来你们看到的是正经的脱口秀表演 绝对没有购买链接和小广告 有请李佳琪 哈喽 大家好 你们的魔鬼李佳琪来咯 就像刚刚少刚老师说的 我每次会戴口红 这是真的 今天我来吐槽大会 我也戴了一支口红 但是这一支口红呢 是要现场涂给少刚老师 你们觉得可不可以 我的天哪 张老师你都不反抗一下吗 张老师 你一名就 唐某我凭什么要反抗 人家是带货一哥 被带货一哥图过 我骄傲 这一支色号叫做沉默绍刚五灵岸 这一支口红的黏性 特别特别的好 用完以后 肯定可以黏住你的嘴 如果呢 你们身边有像少刚老师 这样的朋友 我跟你们说 买它 好 我直播的时候呢 非常喜欢的Q明星 比如说 这支颜色是欧阳娜娜的颜色 这支颜色我要推荐给刘文 其实这个 我都是跟吴欣学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欣姐每天在家里照镜子 她都会说 这个女孩我会推荐给陈伟霆 或者杨阳 或者潘伟博 都可以啊 这个女孩完全不挑人的哦 娶她 可是欣姐 遗憾的是 他们挑人啊 吴欣特别喜欢看我的直播 因为我会把合适东西推荐给合适的人 她以前呢 就经常用一些不合适的口红颜色 她妈妈看到她都会说 Oh my god 你涂这个颜色好显老哦 这个夕阳红感觉是 小精灵在你嘴巴上跳广场舞吧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袁勇怡 因为她的性格很真实 追起心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女生一样 看见李敏昊就会大喊 我的妈呀 韩国老公 据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了 导致张志玲的耳朵也不太好使了 袁勇怡还去问她说 你建议我爱李敏昊吗 张志玲说 那你建议我喜欢一阳千禧吗 那我去买包咯 不要去 对 但是我也很羡慕张志玲有缘用意 都是合体捞金 根本不会单飞 再看看宝石 当初说了做组合 即使火了 宝石也不会单飞 结果 宝石唱野狼迪斯科火了 那首歌 单飞了 最后 我要来说说我的同行 梁龙老师 因为之前的时候有听说 有一个前辈在模仿我 我觉得哇哦 好荣幸哦 但是我一点开视频 Oh my god 我造的什么孽呀 让前辈来模仿我 他刚刚还说 点开我的视频 把我吓了一跳 其实我不仅被他吓了一跳 我还想冲进屏幕出去 打他 我觉得梁龙老师 要是想要火 可以试试一边摇滚一边化妆 我真的愿意为他直播 他化到最嗨的时候 我肯定会在旁边大喊说 所有大爷大妈们 不要玩手机了 晃起来晃起来 那些女生 别玩手机了 真正的魔鬼 在这里啊 梁龙老师 你的歌真的是不太火 你看人家宝石 一写歌 就写出了一首神曲 你知道神曲怎么写吗 我总结了一下 有三点 大家注意咯 第一点 一定要真实 第二点 一定要接地气 第三点 一定要有 左手跟右手 比如说 左手右手 一个慢动作 火了吧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也火了吧 你都叫二手玫瑰了 为什么你不可以 做一个 来左手跟我一起画梁龙 右手画一只口红 这样写早就火了 有很多人讨论我 是不是带货第一人 其实我真的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粉丝 是不是因为李佳琪的推荐 少踩了梁龙脸上 那么大的坑 少花了二手玫瑰门票 那么多的冤枉钱 少上了吴欣买保养品 那么多的档 对我来说 我努力了 我负责了 就好了 是不是第一人 真的需要在乎吗 吴欣当年也在乎 自己是不是快本一解 十年过去了 在乎有用吗 我觉得在乎真的有用 前段时间 我直播卖不沾锅 不沾锅当时就沾锅了 场面一度的尴尬 导致很多人怀疑是锅的问题 其实那款锅 我们在直播之前 已经使用过五个多月 反复测试过 锅没有问题 直播当天的新锅 确实是没有按照说明书 开锅导致的 在此呢 向大家声明 这个锅 不是锅的锅 是我的锅 我让这个锅背锅了 大锅 对不起 以后我一定更加努力 以最真的方式推荐产品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沾就是沾 即使沾锅 我也要把它表现出来 万一有人想买沾锅呢 很多人觉得 我莫名其妙就成功了 其实我真的 默默无闻地做了三年直播 那个时候 我一样很努力 有些人也想做主播 但是做了一个月 没有赚到钱 就放弃了 我想告诉大家 努力是绝对有用的 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 随随便便做一个事情 只有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跟你一起竞争 你不努力 你怎么强盗李佳琪推荐的产品 我和我的团队 一定会更加努力 更加严谨 我会成为 更值得你们信赖的魔鬼 谢谢大家 我是李佳琪 我觉得佳琪说得特别好 就现在互联网时代 很迅速的 可能就能够让一个人 有名气 但是能不能留得住 你到了顶峰了 能不能留得住 只有那些 经历了很多很多考验的人 才有可能站到最后 我相信像佳琪这样的 很专业 很努力 很敬业 同时呢 又很真实 即便她不是口红一哥 她也可以是BB霜一哥 她睫毛膏一哥 眼线笔一哥 但是你绝对不会是 苏格兰群一哥 因为苏格兰群一哥 有主了 已经睡你的了 所以 谢谢 谢谢大家